这个视频讲一下智能狗搬砖的工作原理 搬砖是什么呢? 接触过区块链的都知道 区块链中有许许多多的交易所 但同一种币在每个交易所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搬砖就是从低价的交易所买进 在高价的交易所卖出来赚取的差价 搬砖不受币市涨跌的影响 因为不管是涨还是跌 各个交易所的差价依然是存在的 打个比方 假如在A交易所中以太坊的价格是3000元 在B交易所中以太坊的价格是3200元 我们在A交易所买进一个以太坊花费3000元 把这个以太坊搬到B交易所 以3200元的价格卖掉 除去所有的手续费 我们可以得到60到170元的收益 但是这种搬砖方法是有风险的 把B从A交易所搬到B交易所的时间风险 这个搬运的过程 有可能10分钟 也有可能几个小时 如果在搬运的过程中 B交易所以太坊的价格跌到了2900元 那么我们就赔钱了 于是我们就想到了双向搬砖法 我们在A交易所放3000元钱 在B交易所放一个以太坊 买卖同时进行 A交易所买进一个以太坊 同时把B交易所的以太坊卖了 这样除了一开始我们就拥有的3000元钱和一个以太坊 再除去所有的手续费 我们可以得到60到170元的收益 而这种方法是没有风险的 因为我们是看准了差价 同时进行的操作 Plus Token中的智能狗完全不用这么复杂 它直接把我们委托给它用来搬砖的币 分散到各个交易所中 筛选出有差价的交易所 进行低买高卖 除了分给我们的一小部分收益 需要从交易所提出来以外 但并不是每进行一次搬砖都需要提出来 只用在发放收益的时候 提出来一次就可以了 它并不需要出任何的提币 以及提现的手续费 只用在交易所里等待 低买的交易所的价格涨上去 高卖的交易所的价格降下来 再反过来操作就可以了 也不用像人工搬砖那样 交易所差价很大的时候 才能进行搬砖 只要交易所差价 大于买卖加起来的交易手续费 一般来说 交易所买卖加起来的交易手续费 是千分之四 所以只要两个交易所的差价 大于千分之四 就可以进行一个小差价的搬砖操作 这个小差价的搬砖可以是高频次的 这就是智能狗搬砖的原理 Plus Token就是基于这种原理来赚取大收益 并把收益的一部分分给我们 以及Plus Token的推广者 这就是这个小差价的搬砖 这就是这个小差价的搬砖